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我是想躲着股市实在聊不出什么心意 结果从前天下午开始被这个熔断就刷屏了 昨天还有不炒股的朋友也打听说什么叫熔断呢 说通俗点就是股市上的保险司安全法 当天交易如果涨跌太厉害了就临时停止交易 歇一会就这么个事这就叫熔断机制 那前天1月4号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制度 今年实施然后前天是第一个交易日 实施的第一天 第一天并不意味着实施了这个东西就一定能用上 多数国家实施了几十年二十多年了 也没用上一两回 刚才说了得短时间内暴涨暴跌才能用上这个机制 结果头一天就用上了 还连续用了两回 歇一次没够 第二次干脆直接歇到收盘 据统计呢 护身两市超过一千只股票跌停了 蒸发的市值大概四万亿 那中国呢盛产段子的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足球 一个是股市 这也说明痛苦是艺术的源泉 那这么个大事出来了 段子手绝不会闲着 我猜你也听了不少这两天啊 最狠的不是那个安全套 而是开市头一天跌了7% 原来这才叫投气 除了纯段子 也有同志呢 开始认真的和这个证监会来商量 说熔断机制没啥用啊 有学者就认为说 熔断机制啊 不仅没有减轻市场的波动 反而增加了市场波动 过多干预交易呢 将影响市场的效率 在中国呢 这熔断机制呢 本意是作为股市的这个减震器 但是中国这样一个 有个股涨跌停 本来就有这个限制的这个市场 压根不需要新的所谓的熔断机制 那在以散户为主的这个市场当中呢 熔断机制丝毫起不到冷静的作用 制度过多的干预了市场交易 有可能造成市场交易频繁的 这个重新启动 重新停止这样的损失 这对市场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于是呢 就有了一种声音说 熔断机制应该下课 这里边有一点我是同意的 就是中国股市和其他股市 有很多不同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 咱们的散户太多了 而散户和专业投资机构 在熔断机制面前的反应 是不一样的 就像大家都在电影院 看电影 突然出了大事 大家都拼命的往这个出口去挤 那专业的人 你把门关上 让他冷静一下 甚至组织一下这个离场顺序 都是可行的 但散户很难 你设的这个门越多 每次打开的时候 他们都会越挤 先跑掉再说 那跌到5% 停了 他会想 哎呦 我靠 还有2% 就可能彻底卖不掉了 赶紧跑吧 到了7% 那下面还有一个10%的跌停板呢 哎呦 那才是真正在当天就卖不掉了 所以7%的熔断 如果重启当天啊 大家还是得先跑 所以你看到了 昨天早晨一开盘 就跌了3% 其实大概就到了前天跌停的位置 然后才慢慢的稳住 但是对于取消熔断机制的这个声音呢 我不大赞同 没错 涨跌停就是熔断机制的一种 在此基础上再熔断 可以说多此一举 那也可以说是双保险 而且即使留一个啊 恐怕出局的也是过去的 那个10%的涨跌停制度 因为很多发达国家呢 现在只有这个熔断机制 没有涨跌停限制 其实我相信啊 不管监管藤做出什么样的这个措施 都可能遭到段子手的这个奚落 那现在就是这样啊 这也是现代社会人们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 其实最可怕的不是骂你 而是乖乖的听你做报告 你仔细一看 一人一个手机在那玩呢 眼睛都看斜了 不管你 那证监会到底该不该骂 该骂 因为中国股市除了散户多 刚才那个特点啊 更重要的特点是 政府干预太严重了 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政策是 本来全球的证监会和股票涨跌 都没太大关系 你什么时候听说 那美国股市暴跌了 然后大家去骂证监会 他本来就是个监管机构 管坏人的 相当于菜市场的管理员 那菜卖多少钱一斤 本来就没他什么事 但咱的证监会不一样 大家常说他有父爱情节 他不光有这情节 他一直是把他变成了父爱行为 比如说股票该不该上市 什么时候上市 他得管着 指数涨不涨 他得管 大家可能不知道 证监会主席啊 唯一一次获得年度经济人物 就是06年股市暴涨大牛的时候 这相当于菜价涨了 然后市场管理员得了个奖 反正他什么都管 很大程度上的证监会 已经为上市公司的股票好坏 做了背书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理论上说 这些公司如果变成了垃圾 大家是可以找证监会维权的 还用这个菜市场来作比 就市场管理员 如果他还负责进货 把门检验检疫 那如果我买到了烂菜 可不得怪你吗 那回到这个股市 大跌7%到底什么理由 民间诸葛亮呢 民间股评价呢 都给了无数的说法 这当然也都是事后的诸葛亮啊 比如说股市一月份呢 就有限售解禁的这个上市公司 524家 有大概1万亿解禁套现 要大潮 来了 这个证监会也说了 说我们要限制这个了 你看他又管这个 人民币汇率连续贬值 全球股市都下跌了 道指啊什么什么 咱也是全球的一部分吗 越来越是一部分了 等等等等 这些原因 虽然中国股市是个奇葩 不大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但我还是喜欢把中国经济状况 当做观察中国股市大势的主要依据之一 无论如何 这两个之间 你很难把它熔断了 我想呢 这1月4号的股市大跌 确实有大家对中国经济状况 不脱底的这样的一个担心 你就看看2016年的中国经济 有哪些麻烦 有哪些不确定 大家心里在第一天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担心 其实就在元旦当天 中国公布了去年12月的这个制造业 PMI的这个指数是49.1 虽然比11月啊 49.6有一点点上升 但重要的是 仍然是在50以下 这个叫枯容线 就是枯啊 枯萎的枯 那显示呢 这个制造业还是在萎缩当中 这已经是制造业连续第五个月 处于萎缩状态 那政府呢 要利保GDP 6.5%的增长 最好能达到6.8% 但是呢 很多国外 比如说美国人 他们认为咱们只有6.3% 更多的西方研究呢 认为实际增长将低于6% 花旗银行一直坚持说只有4% 甚至有人根据铁路货运量和产出的电量来计算 中国目前的增长已经低到了3% 不管是多少啊 对增长减缓 大家都有担心 那中国政府被迫采取了一些强力措施 来刺激这个经济的发展 甚至不惜放弃了一些改革 中国经济最大的痛苦其实就是转型 而转型非常非常难 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转完的 痛苦期五年十年都有可能 这期间进行的结构改革 却很容易失控 去年出现的比如说股灾 包括人民币的贬值都是转型的痛苦 许多都是政府在年初的时候没法预料的 弄不好就失控了 那中国经济还会遇到哪些危机 这些包括啊 人民币和美元挂钩 对制造业和出口越来越不利 那去年股灾以后呢 外资大幅的从中国撤出去了 中国富人也开始哗哗哗到国外去买资产去了 转移资产了 撤走的资金已经影响到了整体经济 那还有负债深重的国企和私企 原来是改革的动力 那现在这些僵尸企业又开始拖累改革 使银行出现大量的坏账 到2015年底 坏账已经占银行全部放贷的15% 还有楼市 那对经济的影响太大了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高层不断的说要去库存 然后你地方上呢 你看到很多支持买房的政策又出来了 那中国经济呢 其实还有一个变数就是反腐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反腐 对经济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数据 直觉上应该不会小 包括一些官员和国企领导的懒政 那证监会领导呢 可别因为这个被骂就懒政了 还是得多管理多学习 比如这熔断机制 就应该向发盖位学一学 你看国际油价 啪啪啪拼命的跌 国内本来应该降价了 结果被发盖位给熔断了 还连续熔断了两次 玩的比证监会熟练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红气点明天接着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